闹钟刚刚响,这里的时间9点,9点15分,换成洛杉矶的时间的话,还是5点钟,所以的话头有点痛,昨天因为睡得不多,虽然是在飞机上也睡了,但是起得也很早,3点,2点钟起来,2点多起来。 刚才本来我订的闹钟是7点钟,觉得实在痛,然后也收到了这边的时间,安排是2点钟开始,所以我就改到9点钟,然后起来看一看能11点钟之间能吃这边的早餐,有饿吗?昨天没怎么吃。 然后这边睡觉的感觉是,啊,就是以前中国南方和那种亚热带的那种感觉,吹着风扇,然后,就有点点点,还是有点点小热, 又带着风扇,又带着风扇,哎,透过这个厨房看看外面,这是我第一眼,啊,看到这边。 就是,Dominican 的景色,啊,就是这种椰树,压热带的那种感觉,漂亮,喜欢,在这边口感很大,哎,可惜在这边待的时间不长,嗯,那个海是在另外一头,这边。 所以,赶紧洗漱一下,洗漱一下,去吃这早餐。 真的这种热的,天气的感觉好久没有了,非常久违了这种感觉,现在,今天,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那种很强烈的感受,一种回忆。 在洗漱的时候,在洗漱的时候,头发还很痛,现在就,感觉好多。 今天,有可能,我这头发就全没了。 我知道我的那个妆的话,是,晚清的那个,长辫子那个妆。 啊,但是,呃,我以为她会用头套,这样戴,戴,戴下去,然后再装上那个假发。 后来,出发前不久,啊,大概前,前几天,她说,呃,她的建议是,她问我,如果把头发全部,呃,剃光怎么样。 哎,我说,怎么,好像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然后,她说,她说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剃掉,一个是戴头套,但剃掉的效果会更好。 哎,后来我想想,哎呀,就为这个,所谓的艺术,牺牲一次吧。 嗯,反正我也没有剃过光头。 哎,我就答应了。 所以,待会可能会剃掉。 今天的安排是,两点钟开始,先去这个,这个,feeding,服装。 然后,发型,画方这些,大概,嗯,到四五点钟,五点钟,可能能结束。 嗯,OK。 就是看一下,感受一下那个温度,然后看看该穿什么衣服。 不过其实我也没带什么衣服,就带了短袖和一套。 嗯,是感觉,感觉挺热的。 就是,真的是久违的感觉。 看来我还是穿这个,长的裤子,然后穿短袖T恤。 就,这个餐厅的外面,我发到外面来做。 啊,外面是有点闷热了,但是很舒服。 风扇,里面很凉快,里面开空调。 这是我的早餐。 我平时还挺多了,现在也比较晚了,就随便灑弄了一些咖啡。 嗯。 嗯 雞蛋不知道放了什么 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 这就是那个法国面包 这个法国面包是比较 这个倒在冬 这个起司 有点咸 这个我不要 这也是小猫 可能是等我再吃了吧 酒店里的猫应该不是这么养吧 可能就是好玩 这个是帕帕亚 以前在印度每天早餐都好 印度人也喜欢吃做早餐 现在才大概11点钟左右 剪一下我的视频 然后到一点多就准备出去了 这时候我应该能剪一屯滑片的出来 这里能闻到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厨房的味道 就是没有米饭的味道 不知道是什么很香 我的午餐 这是剧主餐 那个本来的话 因为到那个set的话要十分钟 或者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中午上他说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吃 但是不手心嘛 我也没有换钱 所以我就 哇 我都叫他直接给我那个剧主的三个环 看来是什么啊 试语要 他有几个选择 有四五个选择 我选的是鱼 吃完之后 要去fitting 换试装 然后 露头画 这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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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去 一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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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覺那個熱帶啊 嗯海島啊 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就是 嗯不像中國的南方 海邊吃的很清淡 但其他地方的島湖啊海邊 都吃的就都喜歡吃辣 對於是有點辣 那不是 一直弄得像一朵花一樣 還挺挺符合我的口 關鍵是我什麼口味都能吃 也看到好像兩個小盒 嗯 所以我吃完一盒 應該就很飽 就是 中國以外的魚的話 你就基本上你可以放心 不會有刺 因為他把刺給 就劈那個沒有刺的那個 那些魚魚肉 不像中國 整個一起來 紅色 綠色 那個 燈籠膠 感覺有 芹菜 那些魚魚肉 也是 那些魚魚肉 那些魚肉 是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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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